我喜欢冰刀散发出来的锋芒 我喜欢冰刀滑向冰面的顺畅 我也喜欢像风一样飞驰 我更喜欢冰上的速度 与激情 短道速滑就像F1赛场上的赛车 每一秒都需要你全力以赴 每一步都需要勇往直前 电光火石之间需要团队配合 更需要有人担当 说到底就是一边拼搏 一边奉献 赛场上每一位队友 每一位对手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敢于前面困难 勇于担当 不断超越 这就是短道速滑的魅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共画冰雪传奇 致敬时代之光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文国际频道 荣媒体创新节目 中国冰雪传奇 我是主持人 鲁茜 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跟随与超越的智慧 技巧与勇气的较量 这是短道速滑项目的 独特魅力 中国短道速滑队 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 仅40载力兵落马 在火热又激烈的兵面上 不断地续写着 炫目的中国传奇 在中国队迄今所获得的 13枚冬奥会的金牌当中 有10枚都是来自 短道速滑队 他们是中国冬奥军团当中 当之无愧的王者之师 我们中国冰雪传奇 今天请来了这些 曾经叱咤赛场的 冰雪名将 这是一场新时代的巨手 让我们一同来开启 中国短道速滑队的 冰上传奇 掌声欢迎赵兰南 张慧 李嘉军 周扬 李坚柔 那我们有请这些曾经缔造了 中国短道速滑传奇的队员们 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有请李嘉军 中国男子短道速滑领军人物 他在长野冬奥会上 勇夺男子1000米银牌 实现了中国男子项目 冬奥会奖牌0的突破 欢迎周扬 冬奥会短道速滑 1500米赛场上的传奇人物 作为三枚冬奥会金牌得主 他创造了许多选手 无法企及的成就 至今仍是冬奥会 纪录的保持者 张慧 他完美诠释了 更高 更快 更强 更团结的奥运精神 赢得冬奥会世界杯世界赛 短道速滑 把女子3000米接力冠军 实现了团体接力的大板块 李坚柔 果敢矫健 一坚一柔 28岁一战成名 夺得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冠军 为中国代表团收获了 2014年火器冬奥会的第一金 赵楠楠曾获得过 三战世界杯短道速滑冠军 短道速滑世界杯赛 接力冠军 如今开启了青少年短道速滑训练的新篇章 欢迎我们五位运动员 除了我们台上的这五位嘉宾 今天呢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他没有能够来到现场 但是呢 他会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他也被称为是冰上女王 是中国冬奥会历史上首位冠军得主 他实现了中国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 整个运动生涯当中 他涌夺了59枚金牌 也是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中国运动员 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 就是杨阳 欢迎杨阳 大家好 很想念大家 嘉宾也是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我当年的队长 然后还有几位小师妹 也好久没见 很遗憾没有到现场 但是很期待跟你们一起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好的 谢谢杨阳 我们几位世界冠军 也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各位都没有空手来这样 带的都是咱们冬奥会的吉祥物 我这是冰墩墩 雪茸茸 这个礼物要给谁的呀 不是给我的吧 准备让台下的观众答对题之后 我把它送给人的 送给我们台下的观众 好 咱们考考他们 好吧 考一个简单的问题 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开幕式 是哪一天 请抢答 都直接抢答了 来 那一起告诉我是哪天 2月4号 那答对的太多了 这也不够分的呀 这样吧 咱们一起抛给他们 然后谁抢到这个锈球算谁的 来 3 2 1 请接礼物 好嘞 带着我们的冰墩墩和雪茸茸一起关注我们北京2022年冬奥会 为冬奥加油 欢迎我们今天节目录制的还有我们两位年轻人就是我们的冰雪体验官 王冰冰 孙亚鹏 欢迎两位 亚鹏 亚鹏和冰冰的都是我们的年轻新势力 欢迎我们两位年轻的冰雪体验官的加入 所以今天的节目录制呢你们俩重任在间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到嘉宾席就座 有请 一个人当他的人生高光时刻与国家民族的光辉记忆高度重合 才是他的最大荣光 中国冰雪运动相继让几代人实现了这个梦想 他们用自己的撒闯英姿为共和国史册增光天彩 接下来先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冰雪传奇之燃时刻 2002年延湖城冬奥会 冰雪飞溅的短道速化赛场上 中国运动员杨杨一气绝尘 终于在冬奥会的最高荣誉殿堂里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 接下来让我们重温那场经典赛事 一同开启冰雪传奇燃时刻之突破时刻 女子500米的决赛金牌即将产生 现在比赛开始 中国选手首先抢到前面 大家看到大阎阳首先一马当先 王春露现在第四位 现在比赛争夺得非常激烈 宝加利亚的选手在第二位 宝加利亚是达拉诺瓦 加拿大选手在第三位 现在美国运动员是海里希 海里希在最后 现在中国是 中国大阳在第一 王春露在第三 现在加的是宝加利亚的选手达拉诺瓦 现在中国队形成二打一的局面 两个队员一前一后 现在开始超越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这样大阳阳 大阳阳就获得了第一名 大家看到大阳阳非常的激动 因为大阳阳 今年可能是最后一次 参加冬奥会了 那么他在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说 他说我们 时时刻刻都想着要拿金牌 但是呢 现在呢 就是怎么想办法 使自己的这个压力呢 尽可能的小 经过了几轮的厮杀之后呢 中国队的大阳阳和 王春露胜利会师 这给中国队拿着一枚金牌 就奠定了个很好的基础 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 冬奥会实现了零的突破 现在看这段画面呢 依然是非常的令人激动 尤其夺冠的时候 我看杨阳当时 你这个500米夺冠的时候 做的这个庆祝动作 这个细节啊 让人记忆犹新 你是往下挥避来庆祝 能看出来 你当时心情是真的非常激动 因为我记得当时 你1000米夺冠的时候 其实是向上 所以这个细节 是不是能够看得出来 你当时内心的那个心情 是什么样的 因为500米之前 经历了1500的惨败嘛 所以当时压力特别大 然后500米对于我来说 这是跟自己在较劲呢 所以整个过程 从预赛 次赛 半决赛 都是在跟自己较劲 那么把 让自己能够回到比赛的现场 而不是去被这个想赢怕输啊 这些去干扰 所以真的是很憋着的一股劲 所以冲过终点的时候 就觉得是一种释放吧 我也觉得那个庆祝动作感觉 与其说是庆祝真的是有一种释放的感觉 因为之前参加1500米的时候 因为那个是你的强项嘛 反而是1500米 对对对 反而1500米的这个比赛呢 你是失利了 输给了韩国小将 所以1500的这个比赛结束以后 失利以后可能对你的自信心也是一个打击 我也听说一个小插曲 就是1500的比赛失利以后 当时新青山教练 说他从来很少对队员发火的 但是呢 那天是当着这个全体队员的面 严厉地批评了你 但是据说你当时好像没有什么反应是吗 我觉得教练的批评 因为他就是 我其实都不太记得具体原因了 但是我心里当时是明白 他是故意想激起我当时的那个 反正至少刺激我一下吧 我是没有反应的 然后500米之前我回到房间 我把我自己所有忌讳的事情都做了 指甲剪了 头发剪了 当时我记得是小杨过来帮我剪的 然后背心也都换掉 就是告诉自己要破釜沉舟 所以正是有这样的这个背水一战破釜沉舟 所以呢最后有了中国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 谢谢杨阳 要保持在线 然后我们的这个节目呢 接下来还要继续请你还有所有的这些 世界冠军们来共同分享 时间回复到1998年长野冬奥会 当时呢中国的男子短道速滑项目 取得了奖牌零的突破 获得了一枚银牌 那是短道速滑一千米的比赛 当时呢李家军横空出事 但是距离最后的金牌呢只差零点零五三秒 接下来我们一同开启这个激动人心的突破时刻 比赛开始了 激动人心的男子一千米的短道速滑的决赛开始了 现在李家军处在第三位 李家军应该说今天的前两场比赛发挥的不错 给人感觉比较稳健 他的经验技术状态目前看来还是可以 现在还剩下四圈 军队员都在调整自己的战术 现在李家军的位置不错 还剩下三圈 处在第二位的是加拿大选手 韩国选手处在第三位 美国选手落在第四位 还剩下两圈 现在这位置强调得非常好 还剩下一圈 现在李家军以微弱的优势现在处在前面 现在位置卡得破 韩国选手现在开始加速 后面是金东盛 李家军 太子滑 好 一分32秒40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看到是金东盛和李家军几乎是同时通过终点 那么现在显示出来的这个情况是 中国选手李家军一分32秒42获得了第二 韩国的金牛胜 按道理说应该判罚的危险 不许 他们并没有判 但是我们拿到了这枚银牌 应当说 非常不容易 很不容易 特别是男子在冬奥会上拿到银牌 这也是我们国家 应当说也是史无前例的 也是第一次的 从这个角度说应当向李家军 向中国掌装队表示祝贺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李家军参赛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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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军 说实话 现在看这个比赛还是心里边 我们是作为观赛者 还是有点不服气 因为我们听说当时你是带病参赛的 为了参加这个比赛 专门和队一还签了一个保证书是吗 是的 因为要是说起这个故事非常长 96年第一次拿世界冠军之前 我严格说来讲 我是一个陪练 因为当时是阴盛阳衰 中国男子成绩不好 在队内的时候 有14个女队员 只有我一个男队员 我每天在前面 去带着他们滑 在那几年练得非常 训练非常苦的情况下 最后就是 像刚才说的 因为练成那种运动型血尿 最开始是运动型血尿 后来慢慢严重之后 变成肉眼血尿 完了之后呢 到后来之后就对理 怕我在训练中 就是怕出现危险 给我买了一个离心机 完了买了显微镜 我每天训练之前 我把自己的尿液先离完之后呢 放到玻璃片上之后 在行为家自己去看 如果里面的管型 管型状的细胞多的话 就说明是严正 我自己就是适当地减量 如果是觉得还不错的话 我就跟着一起正常训练 是这样 经历了大概六年的时间 从你自己来讲 也是想长野动画会 再拼一把 对吧 是的 因为95年成立国家队之后 包括像大洋洋 我们那批老队员 总共是在一起 那个时间 无论是对这个项目的专严 包括这个特点 训练方法手段 各方面集中到一块之后 确实说有了个新的认识 新的理解 所以说在那个时期 大家98年的时候 都不想放弃 因为我们在98年的时候 其实目标就是 金牌顶的突破 其实说遗憾呢 我觉得也不遗憾 作为我们中国 整体冬奥会 包括短道速滑 这个项目的发展来看 李家军呢 其实当时这一枚银牌 也相当于激发了 我们所有中国人 就是发展冰雪项目 这样的一个信心和雄心 所以后来呢 也带动了一代又一代的 我们看到 这些年轻的运动员们 好的 谢谢家军 谢谢 请您回到嘉宾席 时间来到2010年 加拿大文革华冬奥会 短道速滑的赛场 这一次 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 首次包揽了所有的金牌 从此 冬奥会的霸主版图上 尖兵打破 现在让我们一起重温 1500米决赛的巅峰时刻 选手们上到 出发 周扬努力争先 目前周扬还在第一位 韩国的选手不断地向上超越 第三名就马上出来了 周扬要马上走一点了 周扬 好 周扬的思路到目前位置 比较清晰 比较清晰 周扬不要让前面的选手 拉开空间 而鲁特尔 我看到 把周扬推开了 周扬还是坚持在滑跑 但是整个的路线受到了影响 方向受到了影响 周扬奔力要从外道超越 但是对对体力的影响会很大 周扬超到了前面 怎么样 周扬注意节奏 周扬注意节奏 还有三天拉开了 拉开零食 周扬 周扬最后一场超次 不要降速 注意节奏 节奏 难道会收到那个奇迹吗 周扬急速 奇迹离我们越来越近 奇迹离我们越来越近 周扬冲 周扬冲 周扬在八人参加的 女子1200米比赛当中 获得了冠军 周扬 一军突起 太棒了 周扬 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只有一名中国选手 参加A组决赛 但他却战胜了 其他极端性的选手 周扬 周扬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 从今天开始 冬奥会女子1500米比赛 江山一主 每一个这样的时刻呢 都是历历在目 接下来我们有请周扬 到台上来 欢迎周扬 不穿运动服的周扬 又是另外的一副样子 其实呢 和当时的解说员一样 我们所有的人 在电视机前的 这个心情那个激动啊 因为当时我记得 领先的那个运动员 美国的运动员 当时他在最前面领先 然后一个踉跛 实际上当时影响了你 我记得你当时 从第二一下子 甩到了第五 当时自己的那个心情 是什么呀 有没有觉得有点慌啊 当时就想着 他千万别摔 因为他摔了 肯定会把我带出去了 然后如果要是 在比赛上摔了 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他反而最后还稳住了 对 但是其实这场比赛 还是挺紧张的 因为我们在赛前做 像提前开会嘛 然后就想着 至少可能 有两名中国运动员 进决赛 然后当时呢 我半决赛是在第三组 我就等于看着 王蒙孙琳琳 一个一个淘汰 然后半决赛 就是其实那场 滑得也不是特别好 就是勉强进入到决赛 然后当时就想着 哎呀 既然已经这样了 我就赶快调整自己的心态 就是怎么想着 三名韩国选手 然后决赛又是八个人 应该怎么滑 对 是不是反倒心态 有点放开了 其实也没有吧 就想着豁出去了 就拼了 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比赛最大的魅力 有些时候呢 险中求胜 他对于人们的那种激动 我觉得可能是 更能够感受到的 对吧 我觉得这就是 体育比赛最大的魅力 谢谢周扬 请回到嘉宾棋课座 谢谢周扬 谢谢他让我们 记住了这个充满智慧和勇气的 传奇时刻 还是在那年的冬奥会 在随后进行的 短道速滑女子 三千米接力决赛当中 中国玫瑰惊艳战放 让我们一起重温 这一跌宕起伏的 巅峰时刻 Ready 比赛开始 我们迅速向前冲 好 下去有力的位置 第一次交接吧 顺链链 顺链链 不要 顺链链 要注意急速 顺链链起速 走 堂链链 超到了第一位 刚才有一个小小的列宿 顺链链 你不要超远 你就扶得更 好 不错 周扬 周扬这边是 超回到了第一位的位置上 而且这个交接棒 非常的有力 还有七圈 对 你要继续路线 要把路线控制中有张蕙 还有七圈 大家要注意 拔起来张蕙 张蕙是 他的速度拔起来 是非常快的 嗯 不要控制路线 记得往前滑 交接 顺利交接 推 很可惜 这次 我们看 又是一次 碰撞 顺利利 顺利利 顺利利要努力去追上去 不要被甩脱 就是这个交接棒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 忙忙 忙 看能不能追回来 顺利的速度 忙忙 全力起速 不要控制路线 还有三圈了 拔起来 还有三圈了 周扬追了 周扬开始追了 周扬开始加速 最后的决胜圈 周扬 昂队现在优势比较明显 昂队获得了 最终的接力优胜 我们看 这个动作 裁判没有判罚吗 我们再来看一遍 中国队已经提醒申诉了 李燕提醒申诉了 我们再看 非常明显的一个轮臂动作 我来看一看裁判员最终的判罚 现在韩国队是 在场地上 推起国旗庆祝 而中国队是迟迟不愿意退场 大队员最终的判定 判究竟是什么样的 大队员走向了韩国队 中国队赢了 中国队赢了 中国队打破了韩国队 对这个项目长达16年的统治 中国队赢了 16年的统治 16年的肩兵被打破了 千金万马过独木桥的场面 今天中国队横扫千军 中国转道速发 拿到了他们的第三枚金牌 新的奥运会纪录 终于诞生了 现在重温这场比赛的画面呢 仍然觉得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场比赛的 两位亲历者周扬和张慧 请到台上来 欢迎回来 当时我看到你们在场上 就是比赛结束以后 在场上当时停留了很长时间 就当时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宣布韩国队夺冠的时候 其实那个裁判 一直在看那个比赛的录像 其实我们在华的时候 四个人都在互相的尾随 也都一直在关注着比赛 所以在韩国队和孙林林 他们两个运动员 发生碰撞的那一瞬间 其实我们心里已经有想法了 他们一直在垄断着 这个三千米接力的冠军 而且在发生碰撞的时候 已经升最后五圈了 如果再不碰撞的话 可能他们更没有机会了 其实从你们自己的内心来讲 是相信自己的实力 肯定是能够战胜韩国队的 是吗 对 其实在接力之前 我们已经拿了两枚金牌了 是的 然后就觉得自己的气势上 是有优势的 然后像接力的 我们的棒次战术安排 其实都是针对着韩国来打的 其实在那一次比赛之前的 十次世界杯 我们所参加的 十次世界杯当中 我们就拿到了八届的冠军 而且在那两次世界杯 中国没有进决赛的过程中 韩国也没有拿到冠军 所以我们在奥运会那场比赛之前 我们已经做好了 全力以赴的这个精神和想法 就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人和战术 和所有的点点第一的细节 已经研究透了 所以这种团体的金牌 这种接力的金牌 更显出一个团队的这种 配合的可贵 所以在这个实力和这个信心 全面打好基础的准备下 我们这一枚金牌呢 得来才是实至名归 非常感谢 谢谢周扬和张慧 好 请回到嘉宾席就座 体育不只有输和赢 也要为每次的拼搏而欢呼 白色的跑道赋予了我生命的意义 永不放弃才能驾驭生命之舟 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冰雪传奇 时间来到了2014年 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女子500米决赛 中国选手李坚柔 用实力成就惊喜 帮助中国队 未免这一项目的冬奥冠军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重温 那个戏剧又传奇的未免之客 比赛开始 哇 朴生智 朴生智又跑到第一位 朴生智似乎没有受到 刚才强跑的影响 现在非常幸福 三位选手全部都摔出了赛道 这一球李坚柔盘在第一位 在他身后没有别人 朴生智 只剩三圈李坚柔所需要的 就是完成接下来的比赛 在今天的这个赛道上 永远是一个充满了 各种各样的戏剧性的 一块赛道就在这里 发生了太多的意外 李坚柔 最后一圈 李坚柔 李坚柔 终点在前面 冲现了 我们想到过 我们对这枚金牌的 这种渴望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是以这样的一个过程 此时李坚柔和李彦之道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个时候他们没有人 能够控制住 自己眼中的这种热泪 因为在这 无论四年当中 中国短道队经历了 很多的挫折和起伏 还是说在这场比赛 从半决赛 从四分之一决赛 打到决赛 我们也承受了太多的 这种变化 但是最后的结果 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在这儿 李坚柔 非常好的控制住了自己 也稳定住了自己 当所有的人都出现意外的时候 只有李坚柔稳住了 就在这儿 我想半决赛完了以后 肯定对于他们来说 压力是特别特别的大 毕竟两门中部队最好的选手 在半决赛都失误了 都出局了 所以到决赛前 肯定每一个人压力都特别大 李坚柔此时也抑制不住 自己眼中的这种热泪 真的因为对于他来说 26岁才在 试锦赛的赛场上有所表现 28岁才踏上奥运会的赛场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将 在中国队承受着 巨大压力的时候 用他只有一米六的身高 挑起了这个重担 祝贺李坚柔 真的祝贺李坚柔 祝贺中国短刀速滑队 这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惊喜 我们接下来有请 李坚柔到台上来 欢迎这种 你知道吗 当时我们全家人 看这场比赛的时候 在电视机前 就和刚才在现场的这些 你的队友反应完全是一样的 大家那种感觉就很复杂 你知道吗 就是又想笑又想哭 然后又是那种惊喜 当时看到这三名运动员 撞到一起 摔出这个赛道 当时你的心情是什么样 当时没有心情 就是完全就是沉浸在比赛当中 对 因为很多 很多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 在2014年那一年 我是唯一一个参加 所有项目的移动员 那我认为我的天赋 是参加短刀滑冰比赛也好 去锻炼这个超越 和自己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其实这个心态 也是最后夺冠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知道 有时候面对场上 这样的突发状况 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这个心情如果起了波澜 这些时候 可能也会影响你 接下来的比赛节奏 但是我们看到 杰柔他后面的这个比赛 节奏一点没乱 还是完全按照 自己之前的这个节奏 在比赛 因为短道速滑 女子500米 一直延续着 大洋节2002年金牌突破 对 那我认为 2014年那节金牌呢 真的 无论我是不是短距离的运动员 我都是在 进行我自己的一个责任 去延续这枚 属于中国的金牌 其实我听说 就是当时在索气的时候 你还在许愿牌上 许下了一个自己的心愿 是吗 因为那一届 我们是在上海备战 在前往蒙受伤 然后我们整个队的 一个情绪也好 对于女队的一个 失落感也好 然后在 临出发的晚上 是开了一个会 然后我们是有一个 做了一个备班 然后拿了一个心愿帖 每个人都写自己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心情 或者对这个 2014年奥运会的 一个期待吧 对 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初想的就是 我只写了四个字 就是相信奇迹 相信奇迹 对 当时呢杨阳其实呢 这场比赛 也是一直 这个全程解说 而且我看到杨阳 她最后 整个过程当时 完全是站着的 然后很激动 最后当你冲过 这个终点的时候呢 我听到她当时 那个声音都哽咽了 我们通过当时 杨阳的这个 解说席的视角 再来回顾一下 这场经典的比赛 比赛开始 朴生智 朴生智又跑到第一位 朴生智似乎没有受到 刚才抢跑的影响 现在非常 三位选手 全部都摔出了赛道 这种一样 朴生智又盘在第一位 在她身后没有别人 朴生智又 只剩三圈 李建荣所需要的就是 完成接下来的比赛 在今天的这个赛道上 永远是一个充满了 各种各样的戏剧性的 一块赛道 就在这里发生了太多的意外 李建荣 最后一圈 建荣 今天 这个 李建荣 终点在前面 重现了 我们俩也抱一下吧 我以后不见 真的今天这个赛道是意外频出 我相信这块金盘 奖励给中国短道速滑队 此时李建荣和李燕 知道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个时候他们没有人能够控制住 自己眼中的这种热泪 杨阳姐说的 我觉得当时装都花了吧 像刚才建荣讲的 其实五百米 是我们中国短道队的优势项目 然后大家对这块金牌 其实期望值蛮高的 我看他起跑也没有往里去挤 我相信他可能也是在做 这样的一个起诉的准备 结果可能也因为这样一个原因 在前面摔倒的时候会影响到他 所以看到他获胜 真的是我那个悬子的心 就我们中国短道队 能够延续这个荣誉 还真的是李建荣的贡献是非常大 所以大家如果说的是 他的块金牌是幸运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中国短道队的幸运 当时我们看这个比赛 我觉得其实他最大的魅力 就是太不可思议了 最后会发生这么丰富的变化 好的 谢谢杨阳 也谢谢建荣 谢谢 请回到嘉宾席就座 我们继续来开启 中国冰雪传奇的燃时刻 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 中国男子运动员武大静 不负众望 一举摘金 为中国夺得冬奥会男子项目的 第一枚金牌 此时此刻 武大静正在积极备战 2022年北京冬奥会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在座的 我们所有的嘉宾们 和我们一同来开启 这一振奋人心的感动时刻 比赛开始 大静全力好 好的 抢到第一的位置 这个时候注意自己的速度带起来 内道收住 我有林孝俊 速度还是在往起加 这个时候吉拉德没有能够 抢到两个韩国选手中间 大静身后的压力很大 速度带起来 出弯道收住 还有三圈 注意 这个时候黄大县在身后 还是追得很紧 这个温道出来 最后一圈 大静满足度带出来 温道控制住 加起来 最后一个温道 大静 大静出来 从此第一 第一个过线 武大静 万物威扬 所向平靡 小组第一 冲过了FinalA的终点线 大静是顶住了压力 所以我取得了这个冠军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是冠军 太棒了 恭喜武大静 恭喜中国短道队 也恭喜南队 真的 恭喜南队 终于实现了突破 非常棒 此时在赛场当中 让五星红旗 在这块场地里 高高的飘扬 新的世界纪录 39秒584 武大静 用最酣畅淋漓的方式 最霸气的方式 赢得了这场比赛 刚才嘉军也讲 距离当时那一枚冬奥的银牌 也过去20多年了 所以看了武大静的这个比赛 当时夺金 嘉军有没有觉得 好像作为男子短道速滑队的一员 好像当时这个遗憾 也有点弥补了的感觉 非常开心 尤其像今年的一些 世界比赛动作 我起眼目睹 很多男运动员 已经成长得非常快 已经像我们当年 我们女子运动员一样 能够有个集团的优势 我觉得这是最欣慰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 短道速滑的赛场上 真的我们男运动员 和女运动员一样的优秀 而且也证明了 就是我们现在 各方面的储备 已经到了不断爆发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中国冬季项目起步较晚 和世界冬季体育全国相比 有短板 有差距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 中国冬奥军团 用不断突破的历史轨迹证明 纵使山高路远 只要切而不舍 就能创造一个又一个传奇 让我们一起进入 冰雪初体验 短道速滑是在周长111.12米的赛道上 进行的滑冰比赛 由于比速度滑冰400米的赛道短 因此被称为短道速度滑冰 它根据通过终点线的顺序 决出比赛名次 因此相对于力量和耐力 更要求技术与爆发力 其中能否掌握弯道技术尤其重要 运动员在过弯时 往往会产生很高的速度 比赛中入弯和出弯的时候 运动员往往会利用选手间的速度差 和不同的线路超越对手 运动员在过弯的时候 会产生巨大的离心力 在比赛中 运动员有几乎一半的距离 在做高速圆周运动 为克服离心力 运动员必须做极限的侧倾 因此身体失去平衡 甩出赛道的情况经常发生 所以在日常的训练中 短道速滑的运动员 会经常做步带压步之类的 过弯专项训练 以增强自己的弯道能力 冰雪初体验欢乐涌向前 欢迎来到冰雪初体验这个环节 尤其我们的冰雪体验官 王冰冰 孙亚鹏 以及参与体验的嘉宾赵楠 掌声欢迎 今天我们这个体验的项目呢 就是感受一下这个弯道的抗压能力 平时这个训练当中呢 一般运动员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就是我脚边的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道具已经拿上来了 我们请南南来给我们现场 先演示一下 这个步带平时在训练当中怎么用 是这样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平时我们要去做步带 因为可能不一定 我们随时都要在冰上 所以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专项的一个用途 可以做到弯道 练腿部力量 这个怎么练呢 就是两个人 需要两个人 今天我穿了高跟鞋 加上裙子 可能就是 好 那你就展示一下动作 咱们今天就演示一下动作就行 把这个布带放到胯上 胯的这个腹 然后也是把整个的臀部往里挤 胖胖老师 能不能帮我顶顶脚 好 对 然后那个 撑住之后 把这个脚抬下之后 压住往下蹲 看到没有 我的天哪 三脚已经 我的天哪 我们会这样 然后松点再松点 再松点 看高跟鞋 你得是这样去勾着那个 勾着那个奖牌 要有行进的一个动作 我们训练的时候 一直要撑一百米 都是要从这一百米 做到那一百米 就是行进间的 动作很严格的规范 对吗 对 所以其实呢 就是我们平时 就是两个队员相互辅助 对吧 对 然后其中一个呢 负责拉着 对 另外一个呢 在这个布带的协助之下 然后去做这个 侧倾的这个训练 对 因为你看刚刚我有失败 不光是说 我在坐的时候 我的腿在吃力 对 包括我在衬布带的时候 也非常有地脚的 对 然后他要往后坐 他也是要一步一步地 往前一点点一点点去 他也很背腿 但是我刚才看你那个 就是相当于都已经触地了 那个琴弦动 那就是弯道时候的技术 对 对吧 就是摸着冰最后 那个弯道技术 对吧 所以我们就要那一下就行 好 好吗 好 就是最后感觉弯道 那个转弯的那个手 已经扶了地面转弯 那个时候身体侧倾过去 手伸过去拿金牌就行了 那现在我们需要两位 来帮助我们的观众 对对对 规则呢我们已经说清楚了 所以呢 为了帮助冰冰 我们是不是得给冰冰找一个 身体条件比较好一点的男生 对 这么多人都想上来试一下 这个行 就就你吧 第一个举手这个 对对对 小伙子 我刚才特别积极 刚才就就第一个就 欢迎欢迎欢迎 没准我们宣布规则呢 就已经开始那个准备了 你跟冰冰搭档 然后我们再给你找一个 比较柔弱的 我看到有俩男生举手了 小玩毛衣的那个行不行 他来他来他来 你是让女生托你 还是你托女生啊 好那就我来托她吧 对啊 这样压力会小一点 我觉得这样安全性 也更高一些 教你们俩一下 好 先让男男辅导一下啊 上手了啊 好 往下蹲啊 好蹲下来 蹲下来 走你 走 走 就这个意思啊 请问四位选手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就位 飞 边边已经站不稳了 下盘不稳了 对 我们这边已经胜利了 抬腿 抬腿 好 开始 慢一点 开始 慢一点 其实还挺难 要不要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再试一把啊 一直试到我赢为止 记住拿到金牌 别着急着扑倒 来往后找 一定要还要被 还要被拽回来 稳住 好 来 第二轮比赛 开始 歌就位 预备 开始 挺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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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回进步很难 很可不力量 还可以 来 决胜局 正式开始 好 现在接下来 第三轮比赛 请楠楠发指令 来 歌就位 飞 别倒 稳住 开始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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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倒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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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倒 稳住 稳住 你得拽住了 行 行 行 恭喜 恭喜这位同学 第二我们请 楠楠老师 来给我们评看 对吧 对 点评一下 我们四位同学 三轮的这个比赛 能够看得出来 他们什么样的特点 首先嘛 因为像我们 每天都在训练 长达 很长时间一个训练 腿部 因为腿部的肌肉 很发达 所以就是 他们俩能做成这样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还有点 刚才他们在做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是 重心有点太偏离了 但是对于我们 短道速滑来说 如果是重心太偏离 臀部要掉出去的情况下 就是出弯道会往外甩 往外甩的话 就是出弯道 或者收不回来的 所以我们整个的重心 那个冰冰老师 你拉我一下 我们整个重心 要全部靠在里边 哇 是这个样子 我差别难跑 并不是是这样 这样的话 它居然回不来的 弯曲线是非常的标准的 确实难度有点大 吴老师想不想试一下 我来来 你来拉我 行 来来来 我这个脚再给你 我再教我一下 这个怎么做的来着 臀部是吧 对 这样是吧 对 整个重心 这个要摆正 要摆正啊 对摆正 然后呢 然后整个重心 往这边压 往这边压 跨 跨啊 还要再沉啊 听到了 嘎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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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手滑了 手滑了 经常手都要触地了 对吧 弯道记住的时候 那手都是触着地板 转过去的 怎么样 老师 感受到难度了没有 我感受到了你的力量感 关键的时候 还是很可信赖的 我刚才已经使出了 这个九牛二虎之力 我现在知道你的搭档 为什么能够最终获胜了 被我死死地拉住 滚我也夹在那儿 心腹口腹了没有 腹了 非常感谢 我们两位同学 今天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 谢谢 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冰场上去感受 这份冰雪激情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一青春至未来 接下来录制这个环节之前 请几位先看一看 我们今天这个箱子里的 这个老物件 相信你们肯定一看 非常的熟悉了 对吧 这个可真的是够老的了 冰冰你是东北人 这个你应该首先认出来 对不对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东西我觉得 我一般管它叫做爬里 这哪里吗 这个在我们老家叫 你们都应该知道对吧 我们叫冰车 偶尔叫爬里 对 那底下有两个这个鬼 对 可能学名叫冰车 对 就其实呢 其实有很多滑法 你知道吧 小时候 我们也可以是这样里面 这样拿着这两个 这么滑 是吗 那这有点胆大呀 还可以 还可以这么滑 知道吗 看 这样滑 就是各种各样的 你没看这上面带绳吗 这一般是有一个人 在这拉着的 那有意思吗 关键还得有人 得拉着你 对对对 对吧 小时候像这一类的 我们基本 一个是说自己滑着玩 但大部分就是放坡 找一个土坡之后呢 因为雪特别大 从上面往下放 坐在上面 自己前面一个手拽着绳 就找一个坡 从上往下滑 你们是自己拽着绳啊 对啊 哥 你今天感觉 这个现场的气氛 有没有点 一丝丝的不对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 其实在场 现在所有人 除了你之外 我们都是东北的 天哪 我突然发现 感觉自己该走到嘉宾鞋了 冰冰你是东北 我是吉林长春的 在座的这个佳娟哥 和周扬都是我的老乡 然后其实呢 这个张慧是哈尔滨人 黑龙江人 但是我们东三省 都是一家的 冰冰一说 我们发现 今天在座的各位啊 是东北老乡大聚会了 对 对吧 对 一家人想起 我的老乡家 就读在这个腿 所以呢 咱们也看一看 这个腿里长大的孩子们 他们小时候 都是什么样的 我们先看 屏幕上这张照片 大家猜一猜 他是谁 就这个吗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 这一看滑野兵啊 滑野兵 但是你看 他那个已经有那个冰鞋了 对吧 其实已经没必要猜是谁了 因为今天在场 只有一位男士 你能看出来这是男孩啊 能看出来啊 好眼力啊 我们东北小女孩 小时候也是这么的 对 看这个照片年代 就像是家军哥 对 我以为是图片 我没想到是 那个咱们这里的人 猜 请问这位小孩是谁 不用猜了 不用猜了 长得像吗 看不太出来了已经 是吗 变样了 这家军是你吗 这个 是我 六岁七岁这个之间 因为通过这张照片 你像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我们那个冰上摆着那个标志块啊 应该都是硬缩的胶皮的 但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就在冰面旁边找一些石头摆在上面 这个当时是正在训练吗 比赛的一个照片 这是一个比赛的照片 这是比赛啊 是的 我还以为是滑野兵呢 因为我们经常在 对 经常在这个冰面上就这么滑 随便嫩 所以说当时的这种比赛也好 训练也好 其实条件跟现在比是差很多的 照片上这个冰鞋应该不是你的第一双冰鞋吧 因为其实我知道那个年代买这么一双像样的冰鞋 其实还是挺难的 而且还挺贵的 那个时期我觉得没有自己的冰鞋 我当时练这滑冰的时候是在长春市一气少年宫 只是说你的脚适合这个之后借给你 等你长大了或者是滑的这个更好一些之后呢 这些还要换给其他的小孩 都是公共用的 公用的 对 公用的 那个时期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也不太了解 因为像我们一双冰鞋呀 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穿着之后呢 才能把这个包衣的脚型鞋 像我们以前是没有脚型的 每个运动员他们身上对我这种经历 脚上的皮肤经常被磨坏之后露骨头 但是呢每天流着血也在穿着冰鞋去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 就是那个绑袋 对 要把皮会磨破是吧 对 就像有时候我可能有人穿皮鞋 你新皮鞋之后可能 磨脚 但是我们在那种情况下一定要穿 因为什么时候穿呢 你这块磨得没有 变成桨子 桨 变成桨子 坏了磨破之后 长好 再磨破 变成桨子之后 就可以 所以说我如果把滑冰鞋 斜拖下来之后 你发现他们每个人脚上都有很多那种 很硬 很厚的剪 是吧 这其实全是一次次辛苦训练的一个建议 训练 磨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比赛和训练 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地条件之下 我们可以再看看一张老照片 当时嘉军小时候参加这个应该是正式比赛的 对吧 对 就是这个 这是全国首届春牙杯的这个比赛 这个时候当时你是几岁啊 就是六岁 六岁到七岁 像旁边那些大洋洋 哪个是大洋洋啊 这两个人这个照片 那个靠右侧这个 哦 是吧 那个时候两个照片 那是洋洋啊 照片 合照了 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我们 因为小的时候嘛 各地方都有这种春牙杯的比赛 有像在座可能都参加过 你像大洋洋参加这个春牙杯 应该是黑龙江或者七台河的那边的一个春牙杯 像我参加的是长春的这个春牙杯 因为那个时期搞个比赛非常不容易 也没有什么一些赞助或者是冠名 所以说当时都是以这种春牙 豆牙 萌牙等等 都是以这种伴随着你长大 这是春牙 豆牙 萌牙 这是按什么年龄 感觉豆牙听起来应该是最小是吗 对 从最豆牙 春牙 萌牙 那可能豆牙是五岁 是不是 你看他说春牙是六岁 那可能萌牙就是七岁 出谷了 对吧 豆牙就是这么发牙的 一年一年的这个成长起来的 当时你们俩成绩不错吧 我们那个获得第一嘛 包括大洋 你看大洋那点也是首届全国春牙杯 对 我这也是首届的 我怀疑我俩是不是咱一起比赛 都不知道 杨洋姐那还记得当时参加春牙杯 是什么情况吗 春牙杯是一个全国的少儿比赛 我还记得是我刚刚开始学习滑冰的第一年 就在县里面取得名次以后 就参加河江地区 那时候还不是一个市的位单位 是河江地区的一个少儿比赛 然后我拿到了名次 就代表河江地区去参加全国的少儿比赛 然后那个名称就叫春牙杯 是在长春我还记得 然后我第一次走出黑龙江 很长见识的 从表情上感觉你俩应该成绩不错 表情感觉酷酷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还请到了一位教练 在座的各位应该对他都非常的熟悉了 他也被称为是中国的短道速滑之父 新庆山教练 他今天也是只能通过在线的方式 跟我们来聊一聊 新教练您好 哈喽 大家好 新庆山 原国家短道速滑队总教练 曾指导杨阳在2002年 沿湖城冬奥会上 为中国实现冬奥会金牌0的突破 1960年出生于吉林省白山市的新庆山 至今与短道速滑结缘已有近40年的时间 1985年 中国短道速滑集训队成立 新庆山出任教练 当时的中国队算上领队和队一 一共10个人 而正是这支当时被新庆山戏称为 十来个人七八条枪的队伍 开始了走出国门 冲向世界的征程 在新庆山的执教指导下 1987年 李晶燕为中国短道速滑 创造了第一个世界纪录 1989年 郭鸿儒收获了中国短道速滑的 第一个世锦赛冠军 2002年 杨阳在冬奥会短道速滑500米项目上 为中国实现了冬奥会金牌0的突破 在30多年的国家队执教生涯中 新庆山教练培养出了23位世界冠军 其中包括李衍 杨阳 李家军 王蒙等世界名将 他们共获得103枚世界大赛金牌 其中包括五届冬奥会三金十银七桶 二十枚奖牌 这位站在冠军背后的英雄 用热情与赤城默默谱写着 中国冬季项目的辉煌史册 各位看到新教练看到自己的老师 不知道第一感觉是什么 会有一些害怕的感觉吗 和我们平常看到老师是一样的吗 家军应该印象很深了 对吧 新教练教了我 应该是从9192年开始 一直到我推议09年 大概小20年的时间 因为我们也好久没见了 小时候很一直在南方 但是看着面容 我觉得虽然苍老了 但是在我内心当中 他永远是当年年轻有为的新教练 我觉得在中国转到处 能有现代的能力 和在前期就是杨阳他们这期 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这和嘉宾的贡献 是分不开的 因为嘉宾当时的 能力训练水平 滑解能力各方面来讲 在对这都是最好的 嘉宾他在准备98年 唐阳奥林会最复容易的 一样的事情也是可以的 在这年的夏季过程当中 在这个查尿的过程当中 还有有血尿的训练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夏季面始终是在厌制训练 没有这个完全提醒的 在这种情况下 备葬了半天 最后奥林会只靠 一个小小的刀间和过程 一起交病 所以嘉宾这块我也想 非常非常的遗憾 看出来了这个师徒之情了 对 他的绝对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 一个 最遗憾的就是 奥远会的 最遗憾的 嘉宾你说的新教练 当时你的印象是什么 比如他是一个特别严厉的 金教练骂过你吗 他不骂好像不舒服 一般都怎么骂呢 比如说什么这个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件 有这种话吗 因为那个 因为这师妹都在这嘛 可能那一年代 他们没经历过 那个时候训练特别苦 例如有时候 那时候伙食也不是很好 他呢 为了让我们身体 变得更强壮 补充足够的营养 每天逼着我们去吃饭 因为有时候大家知道 训练强度大了之后呢 可能吃不进去 所以我们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呢 有时候就偷偷地 把这个饭菜 倒到那个 餐鱼的这种 那个饭盆里 他发现之后 他曾经有一次 让我们每个人 把自己饭都 从那饭盆里咬出来 就是管理上 这种细节的注意 生活细节 对啊 开始到我们哪里瞎咽 但是因为 倒到一块了嘛 像猪食一样 但是他这种方法 就是说来告诉我们 不是说费着逼着我们 只是说想通这种方式 让我们知道 在当年缺兵少粮的时候 对那十几个人 七八条枪的这种情况下 能够把这个 最困难时期度过 我觉得应该是 他当时心中的一种想法 所以那个时候教练 其实有时候和大家长有点像 对 那新教练 新教练 您觉得自己是一个严厉的人吗 或者说您经常对队员发脾气吗 发脾气的情况下是有的 但是一般的那种 其实都是在训练场上 发的比较多 在训练场下的话呢 发的比较多 所以一般的这个 对他们比较严厉的时候呢 在训练场上相对 躺下呢 他一样好多了 我们也请几位女队员 每个人要不然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你们心中的新教练是什么样的吧 我以前经常听诗歌诗姐说 新教练指教很严格 然后看新老师的面相也觉得挺害怕的 对 但是后来跟新老师经常接触的时候 发现其实他已经变得很温柔了 肩肉都开始抹眼泪了 是吧 是想起了当年新教练骂哭你的样子吗 说说你对新教练的印象 张慧先说吧 张慧跟新教练有关 对对那张慧先说吧 因为新教练带尖柔的时候 还是他在省队的时候 那个时候很小 让尖柔先舒缓一下情绪 张慧你对新教练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是一种仰慕我觉得 因为我是黑龙江省级的运动员 新老师属于吉林省的教练员 当我知道新老师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戴昧姐的教练 而且一位带出奥运冠军的这种教练 是值得我们运动员去敬畏的 而且也是特别希望能跟新老师 在一起训练 学习 对 周扬和这个张慧呢 我觉得周扬对的还是早一点 我老计 他在干一切以后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对 根据他的四方面年龄所有的东西 应该是非常遗憾 退得太早 应该再打一切 对 都没问题 当会三项这方面 我觉得表现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它是具体的体制 和具体的踩入这些东西 是吧 基地方面这些发挥 非常清楚发挥的这种力量 其他方面又 四个方面毕竟没带走 所以有一些方面 我是很了解 坚荣 现在可以说说了吗 是突然之间有很多的思绪 一下子突然涌上来 因为其实刚才在连线之前 还能够看到 他们对于新教练的连线 心里很高兴 是的 当时的脸上的表情 还是很开心的样子 对 结果突然一下 可能就触景生情了 坚荣你有多长时间 没见到新教练了 抱歉 差不多有几年了吗 有几年了 对 新教练带你的时候 你当时应该很小吧 十几岁 二十四 二十四岁了 我补充一下吧 为什么又是 看了新老师 就特别激动 因为 就是 真的是新老师 给他一手带到国家队 然后就是 从国家队 又回到地方队 然后在地方队 又新老师 又不断地去鼓励他 然后后来 在地方队 又杀回到国家队 杀回国家队之后 他才 取得到接下来的成绩 所以说他就是 跟新老师就是 非同一般的感情 对 08年 我是和李建柔 一起去的国家队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 李建柔又从国家队 回到地方了 在之后的那几年 就是新老师带着他 一路又走回国家队 是这样的 对 所以比较激动 谢谢 他从地方队到省队 坚持训练 最后进国家队 最后获得了 比较好的成绩 我觉得这个事 他和他个人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 因为他在 第一次后来到省里的 最高时间的训练 他自己也是非常努力 非常努力 很刻苦的一段训练时间 如果没有这段时间的 努力和刻苦的训练 最后他也救了国家队 最后拿不到 才能够冠军 还有这个 保育会的冠军 所以这新老师其实呢 一直发现你身上 肯定是有一种特质 所以我觉得确实 这个运动员身上的 那种特质 在某一个时刻的 那种爆发 可能这些是教练各看重的 对 需要教练 有一双慧眼 去发现每个人的特点 因材施教 确实能够看得出来 新教练 对于自己所有的这个弟子呢 如熟家 而且呢 以表扬为主 那个到南南的 好 到南南了 那个到南南的一块呢 是吧 最后反正在奥运会上 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呢 也是一样的 它的点字和各方面 应该去 具备了拿奥运会的 好成绩的这个点字 是吧 也没有 最后在奥运赛场表现出来 这一奥运赛 新教练 你看 他点平了一圈 最后露了一个人呢 杨阳 您最了解的运动员 您是觉得没话可说了 还是准备把他放到 最后一个来点平啊 没有 你们最后给我踏过去了 我还没想说 因为杨阳呢 因为我带号时间 也是比较长的 在奥运赛台我带他 十多年的时间 我都觉得 他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这种 辅出的精神 在这个平时的管理和训练当中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他到国家队来的 这个时间内 一直就是 基本上就是每天就三点一见 在这个 训练场上练完以后 就回住室 住室 这堂 就这三点 一直就是 他也是我觉得 在这个 在这个 这几年 四年当中 这么多 最后时间 要会 迎着通过 我倒觉得 和他这个 个人的努力 也是 平时的要求 也是分不开的 他能那么难去 连续六届 拿到全能世界冠军 就到现在 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 能赶得上 能超越 秦老师绝对是 中国短道速滑的功臣 从中国第一位 短道速滑的世界冠军 龚慕儒 到这个 我后边的王蒙 以及后边还有几位 年轻的选手 都是秦老师的学生 可以说中国的 短道速滑的世界冠军 大半米江山 都是秦老师的学生 那么包括我的 冬奥会的第一块金牌 也是在秦老师的 带队下完成的 就在这里 特别感谢秦老师 好的 谢谢秦教练 秦教练曾经 自己也说过一句话 他说一个好的教练 不是找到一个天才 然后带出好成绩 而是应该培养出 一批批的优秀运动员 让中国的短道速滑 走得更远 所以我们看到 秦教练 这四十年来 一直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我们也祝福 秦教练 身体越来越健康 还能够继续 逃离满天下 带出更多优秀的弟子 谢谢 谢谢 谢谢秦教练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你们 再见了 再见 那其实嘉军哥今天 也给我们带来了 一份礼物来跟我们分享 是关于他运动生涯的相册 来给我们看一看 这相册 好厚啊 好多张照片啊 感觉 但是看起来 这个相册还挺新的呀 因为以前那个年代 对自己一些技术动作 我觉得很多来自于相片 因为以前没有相机 也没有一些摄影的工具 这些照片都是 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 每一张照片 大概和六美金的一个价格 买下来的 才保存到自己 这看起来像是一张 有一点全家福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这张是更早一些了 因为你看身上都穿了糖装 因为我应该是在 91年左右就来到北京 当时在北京叫国家集训队 从91年开始 一直说可以说到2009年 我从来没有回过老家 跟父母跟亲亲朋友 有一次的春节的相聚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冬季项目都是冬天在比赛 经常是在大年初一还有比赛 所以说91年到北京之后 18、9年的时间吧 没有回过老家 跟自己的父母 兄弟姐妹去过过春节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 就像更像亲人一样 当时我们经常去大师烂 买这个瑞福祥啊 包括马巨岩的 还有内联绳的一些服饰吧 之后穿在身上 到国外去照照片 完了之后呢 因为他们四个女孩 因为他们当时也说过 他们女子比较强嘛 所以说经常在世界比赛当中 男子只有我一个人去参赛 所以说时间久了之后 就有了这样的照片 1975年出生的李家军 在他十几岁时 便开始在短道速滑的赛场上 崭露头角 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 中国短道速滑项目 并没有正式的国家队 选手们平时分布在各地方训练 临近国际大赛前 才会挑选优秀的选手 组建集训队 与当时的绝大多数竞技体育项目情况类似 中国的短道速滑项目在国际赛场上 同样是女强男弱的格局 诸如李衍 张燕梅等女将 早已跻身世界冠军的行业 而男子项目 却常常被争取参赛资格而努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国家集训队的男运动员 只能以陪练的身份参与训练 1991年 16岁的李家军正式入选国家集训队 当时的中国短道速滑集训队里 15名队员中只有李家军是男生 由于条件的限制 当时一般都是女队员负责出国参赛 而李家军除了自己的日常训练外 主要任务则是给女队员当陪练 这样的陪练日子一过就是5年 然而陪练出身的李家军 却逐渐展露出 自己在短道项目上的过人天分 5年的陪练生活 也为他之后职业生涯 23个世界冠军之旅 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现在终于知道咱们女队 为什么后来这么出成绩了 对吧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男陪 我们世界冠军陪着 在女队当陪练呢 对不对 当时是不是也挺受宠的 对啊 对 当时说过 我最多的时候是14个女运动员 当时因为我印象中 我身上的一些毛侃尖 毛衣 都是这些姐姐们给帮我织的 所以其实呢 家军后来呢 是给女队当陪练 然后呢 相当于是很长时间 对吧 相当于是一家人一样 这是盐护城冬奥会之前 这个好像视频里我们还真没有看到 这是一个记者当时抓拍下来的一个照片 当时一千米的时候 前面四个人发生碰撞一起摔倒了 当时什么心情 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吗 对 因为当时可能一个是说摔倒之后很累了 趴在冰面这个瞬间想喘口气 也希望能够听到裁判的哨音 因为我想要是多跪一会儿 或者多休息一会儿 可能会给裁判吹哨之后呢 重新开强比赛的时候 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多少 带来几秒钟的体能恢复 但是没有听到哨音 所以说也非常遗憾 其实还是非常希望重赛的 对 是的 我觉得竞技体育的这个魅力 有些时候就表现在它很大的不确定性 尤其在短道速滑的赛场上 我们经常发现 对吧 有些时候比赛本身非常的刺激 充满了竞技性 但是有些时候又好像有一些质疑 尤其对一些规则经常会产生一些挑战性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既要维护规则 同时对于短道速滑的裁判水平 确实也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裁判也很重要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还请到一位 特殊的嘉宾 他是中国短道速滑工薰裁判长 也是中国短道速滑裁判委员会副主任 王石安先生 有请王老 王老师 谢谢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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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王老 请坐 王老同事短道速滑的裁判工作也有40年了 说到短道速滑上的裁判 就是经常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争议 对吧 甚至还有很多的遗憾 比如说嘉军 02年的那一次 盐护城冬奥会 对吧 对 当时您是不是对那个比赛也是有一些遗憾 如果说真心的话 从裁判的角度 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那次比赛啊 咱们稍微回顾一下 就简单可以理解为 三个人在挣金牌 是 李嘉军 还有美国的阿波罗 还有韩国的安仙珠 这三个人 大家知道一千米的比赛啊 它实际是要在场地上滑行九圈 因为每圈的距离是111.12米 运动员呢 前应该说全八圈 又三分之一都比赛完了 剩最后一个弯道 除弯道 在弯道过程中 三个人交织在一块 全部摔倒 而且影响了加拿大的运动员 四个人摔倒 对 最后剩一个谁 澳大利亚的一个运动员 叫布拉德 白礼 这一个人就 怎么说 盛世闲听信部 获得了金牌 这个现象虽然过去了 但是从裁判的角度啊 这是一个遗憾 我们大家可能知道 短道速度滑冰的 个人的滑宝规则里边 明确规定了 运动员要安全 光明正大 诚实地参加比赛 要把自己的真实成绩 来表现出运动的运动 名次 那次是不是留些遗憾了 伴随着短道项目的不断发展呢 有很多事情需要不断地完善 不断地理解 不断地改进呢 但是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呢 即便规则再改 像这个也没有办法重赛呀 完全没有办法 对 比赛当中有很多偶然因素 这可能也是比赛的魅力所在吧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体育比赛的不确定性 但是我们看到 包括像这个长野冬奥会 当时 其实呢 嘉军也是实力上 是绝对的优势 对吧 我们看到始终领先 但是最后呢 就因为他对方 韩国队员的一个危险冲刺动作 这两次比赛啊 就是98年成野冬奥会 和02年的严护正冬奥会 我都在现场 对 应该说见证了这个比赛的过程 心里边 因为从裁判的角度 就看着每一个的判罚细节 嘉军那次啊 说实话 就是更大的遗憾 应该留在了一个 违犯规则的 没有被判罚下去 对啊 当时在办法国内 已经严格要求 禁止弓箭不冲刺 结果他就是韩国队员 就那么冲刺了 最后没有得到判罚 那你们当时 为什么不取消韩国队员的成绩呢 因为当时我不是裁判 我不是临场的裁判 所以比赛 我还是这句话 伴随着比赛的水平的 不断地提高 激烈程度的再现 所以我觉得 规则也应该在不断地修改 不断地完善中 好在现在有了这种 怎么说 录像回放系统的跟进 能够判罚的相对准确一些 但我个人的想法 还不能完全依靠这种录像 用微细的眼光 用发达镜的思路 来考虑短道速度滑冰的特点 这几位的运动员 我都给他们当过裁判长 真正的这种判罚 应该是站在了解了 短道竞赛规律特点的基础之上 它是允许身体接触的 是不是 你既然有接触 你不要把一接触 就认为是犯规 这个到底你怎么去判断 所以你刚才也提到了 其实这个规则在不断地完善 但它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标准 基本的标准有 在犯规上 以前最开始的规则 规定了八条犯规的动作 现在已经经过十几本规则 近二十本规则的改变 因为是两年修改一次竞赛规则 它是根据竞赛的发展 运动员技术的特点 场地特点 器材的特点 都会发生改变 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 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您 谢谢 感谢 谢谢 谢谢王老 谢谢 其实运动员留在赛场上的 更多的是激情 汗水和泪水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 也有共同的遗憾 就是总有告别 自己最爱的赛场的那一天 就是退役的日子 没错 杨阳应该说 退役以后的生活 还是非常丰富的 我自己特别幸运 一直是在退役之后 还做自己热爱的体育事业 同时也赶上了这么好的时代 体育在国家有了更大的发展 也迎来了 为我们体育人 带来了更多机会 同时我们体育人 也有机会去发挥更多的作用 所以是特别的幸运 家军哥我觉得 我还看他最近也是 刚刚完成了这个 火炬传递的工作 对 北京冬奥会 家军哥是中国第一棒的火炬 好像去了希腊是吧 因为首先去希腊采集火种 一个是特别荣幸 能够作为北京2022冬奥会的 首帮火炬手 因为以前是 一直是运动生涯 一直全神心地铺在训练上 但是通过这次取火种呢 让我感觉到了体育的神圣 同时感觉到奥林匹克的精神 今天家军还把火炬带来了 我们一起来先赌为快一下 我一次看到火炬 看看跟2008年的这个 北京奥运会的火炬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火炬叫飞扬 它无论从颜色 还是从造型 它包含了很多中国的元素 其实说这飞扬一样 也今天像我们一短道速滑 有这个项目来谈今天做这期节目 也确实真心希望 我们每一位退役的运动员 能够像飞扬火炬一样 祝中国代表团在北京2022冬奥会上 能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我们俩也掂量掂量这个 看看沉不沉 现场传递一下 对不对 好神圣啊感觉 天老 我今天是第二棒 好珍贵 好珍贵 不是应该这样吗 沉甸甸 我们也算近距离地先感受了一下 我们北京冬奥会的火炬 那其他几位呢 我们几位女将退役以后 都在做些什么 我是去年刚刚回来 然后也是回到了自己的母校 从事了教练工作 然后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 带动咱们冰雪事业的发展吧 对 确实是自己比较热爱 短道速滑这个项目 其实都没有离开 对 这个运动 一直在传承着这个 对 张慧呢 其实我算是退役很早的了 我退役到现在已经十年整了 马上快十一年了 我出了退役之后 去学习之后呢 我是刚刚开始 从事青少年的体育培训 也想把更多的这个冰雪知识 普及推广给所有的观众 大众 对 和青少年的培训 对 监容呢 我是除了在大学执教之外呢 回到了家乡 开了自己的俱乐部 我希望用十八年的一个经验 去做一个传承 然后能够带领更多的青少年 站到自己最高的领养台 南南好像也在做类似的 青少年教育的工作 对 一个是青少年的教育 第二是那个大众的一个普及 然后进入社区呀 跟更多与一些老百姓去接触 南南今天还带了自己学校的 一些小朋友过来是吧 对 因为现在我们石井山 特别那个对冰雪一个重视 然后在我们整个的一个教委里边 推广一个冰雪操 是由我跟我们那个体育老师 加上舞蹈老师一起编排的 那我们今天可以现场的来看一看 这些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冰雪操的展示 对不对 对 让我们请冰冰和亚鹏 待会儿跟咱们的孩子们一起吧 好不好 好好好 我们也学习一下这冰雪操 感受一下冰雪操的韵律 好 让生命律动起来 沈坚老师 我考一下 那现在咱们做的第一个动作 您知道是什么动作吗 背手这应该是速度滑冰 对吧 左右登陛 滑冰 跟本号速滑 登陛 买地 因为像这套那个冰雪操 正好现在是在我们石井山 所有的教委 从小学到中学 他每点下那个第二节课的时候 都有坐 坐 这是万大 前面两个小子特别可爱 这两个大朋友 他们都发一大 这就坐乱了 这是冰湖 对 我要放弃了 我要放弃 放不上了 难吗 动作难吗 很难 挺难的 我四肢不协调 为什么你们做出了顺拐的感觉 对 这感觉是 我们顺拐了都发现不了自己在顺拐 现在因为是单板的动作 它会有一个起跳摸板的动作 好 来 看着起跳摸板 走 对 这是最后一个终数的 这是什么动作 结束的一个整理动作 好 来 跳台跳雪 空中转体10720度 看我们的小朋友 黄北最后的协手动作 像艺术主操的 我们这个结尾的碰彩可以吗 也可以当成花样滑冰 最后的协手动作 我觉得 我觉得学完这个操 比我们读书的时候 做广播体操还要辛苦 对 来 掌声鼓励一下吧 我们的小朋友和两位大朋友 表现非常棒 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们 刚才给我们带来的 精彩的展示 有一首歌 在我们短道速华队 每次出征之前都会唱起 就是那首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 这首歌能够带给我们 信心和力量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 录制现场 我也想邀请我们 所有的队员们和大家 一同共同畅想这首歌 为我们2022北京冬奥会的 中国健儿们加油鼓劲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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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音乐 起 好 来 音乐 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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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相信自由自在 我相信希望 我相信谁手中能碰到天 有你在我身边 当生活更清潔 每一刻都精彩万分 爱赌你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冰雪传奇 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飞上天和太阳前并肩 世界等着我去改变 跑开烦恼 勇敢的大步向前 我就站在舞台中间